可是問題啊,我的位置,不可能,比如說我現在撥,往這邊撥撥撥,可是問題,現在的數字已經撥到第七了,第八,那你就沒有第七啊,圖長沒有第七章第八,那怎麼辦呢,你可以怎麼樣,用一個mode,用一個百分比,就是求餘素,求什麼餘素呢,跟剛剛的這個什麼呢,正列的長度相處,所以這邊的話呢,我可以用這個正列的長度去求餘素,求餘素的話呢,在 在java裡面,是用這個符號,然後呢,position,如果說現在已經什麼,傳告訴你說,已經到第七了,0到5,0到5,第六的話呢,那你就是除以多少,假設我今天,除以這個image.lex的話,比如說它的總長度,總長度的話,那這個6,假設說我今天6,6除以6的話,於多少,於0嘛,對不對, 那不就從第一張開始,那如果7的話呢,7除以6,於多少,於1嘛,那不就抓第二張了,以此類推,所以你後面加上什麼,加上求餘素,跟什麼相處呢,跟它的長度相處,求留下餘素,OK,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知道說,那再來的話,還有一個地方,當我點選的時候,點的時候有沒有, 剛剛不是有一個是click事件,set on item select,特別是還有一個地方喔,我們剛剛是set on item click喔,可是呢,gary是on item select的,特別是喔,這地方喔,greview是click,那gary是slate的,這有點不一樣喔,所以特別是不要做,不要選錯的那個事件喔,然後呢,後面一樣會傳進來一個, 就是int的一個,後面一個,一個,一個,一個參數,那一樣喔,我們在這position怎麼樣,一樣把它,就是除以,它的正列長度的餘素,欸,那不就可以知道,永遠都是正確的,有沒有,所以這樣子把它儲存起來之後,我們再執行,所以,如果你要無窮輪播版喔,我大概改了三個地方嘛,第一個,總共有幾張,第二個的話呢,求餘素,然後呢,點擊的話,也要求餘素,三個地方,OK,那執行下來的話,我們來看一下, 基本上喔,呃,這樣子讓它重跑過之後呢,那這個時候呢,它就會喔,產生一個新的版本,那就是無窮輪播版,我們來看一下喔,這地方它重新在,欸,這個時候往這邊推,剛剛是推到第六張就沒有了對不對,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,欸,有沒有,又無窮了,有沒有,再來,而且這個時候我點了之後,點了其中一張,底下還是會秀正常的,那總共有多少張呢,21億啦,所以你要播到 到底喔,大概21億,恐怕要播,喔,喔,喔,我應該沒有那個,那一天的時候,喔,OK,欸,可能,也許你,這個,這個,OK,然後這裡的話,我想各位試一下,就是說,剛剛的版本喔,其實就是,稍微改一下,改成無窮輪播,三個地方,那我在雲端上應該有放喔,大家剛剛的畫面,應該基本上,Gary喔,就這個第一個,喔,第二個的話,就把它改,一,二,三,三個地方,其他都一樣,畫面先還給各位, 所以利用這,今天講的,喔,這三個範例,喔,欸,你要處理那個圖片的,喔,縮放啊,像做相簿,喔,就會變得簡單,啊,不過後面可能還缺一個功能,就是說,底下的那個,Image View,喔,你恐怕還要再做一個Click之後放大,然後還可以縮放啊,不過這裡,這一題,我們翻譯也沒講,那怎麼做,喔,其實應該坊間,Google一下應該也有啦,喔,比如說點擊之後,它放大,然後呢, 再把它放大縮小,欸,那這樣不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,喔,看圖的一個小,小程式的,喔,這樣的話,喔,應用面積非常的多啦,喔,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,做出很多,喔,我想,喔,就是說,目前產業需要的APP,太多了,喔,動動腦筋,喔,OK,方法我想,就是大概這樣,那只是說,在缺了各位的創意喔,喔,